当然也可以用所谓的二维阵列 我们在宣告二维阵列的方式就是 这边 给他两个中瓜糊 那 阵列 里面的空间给他多少 3乘3 那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 那 只是说 第1个是 几支几 0 0就第1个 0 1 0 2 就算是 第1个 那再来就 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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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一直类推 这个是二维阵列 你也可以试试看 那另外就是说呢 那我们 计时的部分 像我这边可以 就是之前讲过嘛 你可以 宣开个long 然后他的system 里面有个叫 Current Time Minus 有没有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现在的时间 开头地方 那结束的部分呢 当他结果的话呢 我们就把 我刚刚那个T 我宣开个T 因为我宣开L的时候 会跟其他的变数冲突 所以我做一个T 然后 再取得一个什么呢 一个L2 那L2的话 实际上就是现在的时间 剪掉T 就是 最后的时间 就是他这个地方进行 的时间总共多少 然后秀出来的话 耗时 你就把L2给 秀出来就可以 另外呢 这边我可以 你们可以比较一下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是 当他 Redo 就是说呢 预设值是False 预设值是True True的话就是会 不断不断 那另外还有一个 写法就是说呢 我刚好反过来 这边假设说我 宣告一个是B好了 换一个名称 其实也是Redo 一样也可以 然后呢 预设值是False 可是 跳出来的条件呢 就是 这边就是 不等于B 就是用 相反的 可是你会发现呢 这样的结果 跟 刚刚的 写作方式 我们 在执行 我先执行这个 耗时多久呢 73 毫秒 然后这个执行下去 不过这个差异性比较大 你会发现 这个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那这种方式呢 比较稳 大概都是 差不多 可是平均下来 似乎这个方式会快一点 这个方式会快一点 那其实两个方式 差异性不大 都一样 只是说我只是把Booling值 一个是 把他也是一样条件 判断我完之后 True 可是时间上 似乎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结果 不过这个地方给各位参考 就是说 你可以借由不一样的这种写作方式 写作模式 去比对一下 或甚至说像那个 小平之前讲的 可以用Continue 可以用Break 也可以 当他的条件 达到的时候 你可以让他跳开 如果 或者用Continue 如果这个条件不是我要的 我可以Continue 让他再跳回去 继续取得我要的结果 那最后你可以多一个什么 耗时 那这个耗时主要就是说 我们可以去让 我们自己知道说哪一种写作方式呢 速度最快 那差异性会不会很高呢 那 这个也是一种 练技术的一种方法 方法 那这边甚至可以把它改写成所谓的二维阵列 那这部分我当然也是可以再思考看看 那主要的 流程 就是 第一个你当然就是 一定要将阵列打算 打散掉 然后再把 就是说 1到9这几个数字呢 重复让他给不一样的位置 再去做相加的动作 相加完之后呢 给出结果 那判断说到底是不是 正确的 那就可以完成这个 这个 这个 和洛之数这一题 和洛之数这一题 那这一题的话算起来是 第一类里面比较难 比较偏难一点的题目 不过呢你只要掌握要诀 大概都可以写得出来 都可以写得出来 好这里的话我想你们试试看 把画面还给各位 把画面还给大家看